民進黨贏到總統代算 嚴格後一回 這個立法院的生態是大改變 民進黨開到五十一室 是國會的第二大黨 國民黨是以五十二室 才做最大黨 另外民進黨是開到八十 你看他都確定三黨沒過半 這次在記就實在這關三明星 三檢基頂 好由於他擺算了 隨會和指定的新聞早指定 這邊國民黨選總統選手 但是國會議會成為不敗 也有充分國會第一大黨的地位 但是當主席主席論 是不是應該讓政理這段清晰 引起大家的討論 好由於是替主席論說過 主席論發表聲明 真危險無政黨輪替 但是並沒有說到個人氣流的問題 如果民進黨的關問題是在流程超過三百萬票 但是在科學理會部分沒有半位 讓人請擔心他們的基層實力 如果三歲差別如說會繼續在台中努力 如果強調當然必須的監督 民進黨也應該監督 頂雅壓大 重要議案的作業一定很大 而且分析像九州政府的進行之下 強制的影響市場的效應 民進黨也應該檢討 為什麼適合青年的選票 很明顯的這次民進黨可能流失一半的一個連續選票到柯文哲那邊去了 其他的政黨對民進黨種種的一些批評 以及說民進黨執政所呈現出來的一個問題 我想民進黨必須要好好去做一個重新的一個檢討 而且任何民進黨開放生存的空間 除了利用國會關鍵教授的實施 強化核心的理念 在現階段 地圈組織的事例較低 才會繼續的努力 照機會突破困境 避免整個黨小破棄 記者綜合不獨